解决问题的方式有很多种 为什么我们要选择这么激烈的方式 去伤害 你可能觉得不是伤害 我知道是伤害 对 现在您知道你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是最了解他的人 也就是说他递了你一把刀给你 所以我拿着这把刀 我知道戳哪儿最疼 我就戳哪儿 你凭什么 我就是觉得 他在很多时候 我希望能够让他真正的清醒地看到自己 你凭什么希望 他的父母也可以给他 正确地教这个呢 你可以让他自己觉得 真正地告诉他的一些真相的人是谁 除了我之外没有人告诉过他 他不是来解决问题 也不是来触景关系的 但是挺过瘾的 给他出气的 什么是真相 你觉得人生的真相是什么 真相每一个人 首先你看清自己 看清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的到底怎么回事 那我再问你一个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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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为什么要跟着你 没有婚礼 这是我 同意的 你是十九岁二十岁是吗 我都我都还不知道 他坚持要有婚礼的话 我一定会给他的 这个需要坚持需要要求嘛大哥 他要真的当时要要求婚礼的话一定会有的 要求婚礼 你求不婚没 求不婚礼 没有求不婚 没有婚礼 没有婚礼 你不要转移话题 我就问你 那您觉得 那您觉得他为什么要跟您在一块了 在事业上对他有帮助吗 是因为感情当时是 友谊上对他有帮助吗 我帮不了什么呀 这些东西要他自己的 虽然帮助不了 那您为什么 您总是把您的价值观去到他的身上 我觉得他有很多 就是每个人 我没有吧 我把我价值观加给你了 您刚才不是才说的吗 您有您的经验吗 您自己 我没有经验 我首先他音乐我就不懂 我告诉你真实的自己了 我告诉你 你说我没有几个人能够告诉你 什么是好 什么是对的 所以说你又是不了解了 这是您的原话大哥 她的闺蜜给我传达到很多的话语 我觉得都非常的可笑 因为那根本不是我 对一些事实的看法 我发现她说的也根本不是事实 她看到一个表象 这个表象她有个观念在的话 她就加了一个有色眼睛 那个事实就会被人家虚了 我发现了个人